然后接下来看成本加抽筋合同 成本加抽筋合同是为什么情况呢 一个是工程特别复杂 一个是时间特别紧迫 对吧 工程特别复杂 一个时间特别紧迫 比如说抢险就在工程 保密工程 研发性的项目 对吧 那么一开始结构方案 有些不能确定 那么就采用成本加抽筋合同 那么成本加抽筋合同的形式 一共有四种 有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 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 成本加固定比例费用合同 成本加奖金合同和最大成本加费用合同 那么考试考什么 就考你什么的情况用哪一种合同 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什么时候用 它是在工程们 工程组成本一开始估计不准 可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参用此种合同形式 所以说一看到一开始估计不准 就选择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 就行了 然后呢 它是有利于缩短工期的 因为是固定费用合同 你早贯完早利息 可以接下一个项目 那么有积极性 所以说有利于缩短工期 而成本加固定比例费用合同 它是不利于缩短工期和降低成本 还好理解 因为你看到活越多 拿到筹金越多 比例吗 成本加固定比例费用合同 然后它在什么时候用呢 它说了 一般在工程初期 很难描述工作的范围和性质 或工期紧迫 无法按常规编织费用文件的时候 所以说无法按常规编织费用文件 就选择成本加固定比例费用 今年考到它的概率要小 19年刚刚考过这个点 有可能考其他几个 按照必考一体去准备 按照必考一体去准备 然后成本加减金合同什么时候用 看到CM 就选择什么呢 不是看到CM 看到估算指标 就选择成本加减金合同 说在招标时 当图定规范等准备不充分 而不能具体确定合同价格 而仅能制定一个估算指标的时候 那就采用成本加减金合同 那么成本加减金合同超过顶点对成本上罚款时 罚款的最高金额是多少 罚款不能超过原先商店的最高筹金值 也有这么个规定 然后这里我们有底点 有顶点要求 底点是6075 顶点是110 135 那顶点是110 135 然后最大成本加费用合同什么什么用呢 它是在看了CM 你去选择最大成本加费用合同 这就行了 好了 这是四种成本加筹金合同 它的适用范围 考试之前一定要看一下 按照必考考点去准备 然后非代理型CM 就采用最大成本加费用合同 这已经说过了 然后这块按照必考一提 考试之前你再重点看一下 否则现在你未必能对上号 这就是成本加筹金合同的重要考点 最后这里面又概括的说了一下 我们成本加筹金合同它的适用范围 它说当实行施工总成本管理模式 以及CM模式的时候 一般就是采用成本加筹金合同 前面我们讲过总包模式和总包管理模式 那么总包管理模式 业主方跟施工总包管理单位 它签的合同就是成本加筹金合同 然后再有在国际上许多项目管理合同 咨询服务合同 也都是采用成本加筹金合同 那么成本加和筹金合同的重点在于 我们四种小的成本加筹金合同 它分别的适用范围和它的特点 考试按照闭考议题去准备 然后回头考试之前进考长之前 这一点一定要看一下 一定要看一下 接下来是6034工程咨询合同的极大方法 那这里面首先讲了咨询费用 它的计算方法有哪几种 那么考试第一种题型可以考一个多页选择题 考三个小标题 有人业费担价法 按日击费法 还有一个建设工程费用百分比法 工程建设费用百分比法 就这三种方法 这是咨询费用计算的方法三种 人业费担价法 按日击费法 还有百分比法 那么其中人业费担价法 它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 它是最常用的最基本的 以服务时间为基础的一个击费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一般性的 项目的规划 可行研究 工程设计 项目管理 和施工建立 以及技术援助任务 那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边讲的人业费 并不仅仅是指 咨询人员的月工资 这里边的人业费 并不仅仅是指 咨询人员的月工资 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很明显 你如果说这个人业费 要是咨询人员的月工资的话 那咨询公司还赚什么钱 它就赚不到钱了 对不对 然后人业费 它是最常用最基本的 然后人业费 并不仅仅是指 咨询人员的月工资 然后按日机会法 一般适用于什么样的项目呢 适用于工作期限短 不连续 咨询人员少的 这种咨询项目 工作期限短 不连续 然后咨询人员少的咨询项目 比如说法律 咨询或者专家论诺 管理类的咨询 或者说法律类的咨询 或者专家论诺 那你这玩意 可能来几天 这就可以了 对不对 给你做一个企业管理 然后来个专家 知道几天 OK 那么这种 那你知道几天的话 那按天算钱就行了 一天多少钱 那么就按日机会法 咨询工作期限短 不连续的 咨询人员少了 比如说法律咨询 专家论证 这个是非常适合出气的 就给你个专家论证 问你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对吧 按日机会法 然后第三种是 工程建设费用百分比法 那百分比法呢 这种机会方法 主要用有明显的 相对独立阶段的 这种连续性的咨询服务 比如说 可行研究 工程设计 施工协力 强调是 相对独立阶段的 连续性的咨询服务 那么百分比法呢 一般使用什么的项目呢 工程规模较小 然后呢 工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一年的 这种建筑工程项目 适用于工程建设费用 百分比法 工程规模小 工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一年的 建筑工程项目 适用于建设功能费用 百分比法 然后咨询费用的 计算方法 我们说完了 人员费单价法 按时机会法 还有百分比法 那么另外 咨询费用 由什么来构成呢 由哪三部分来构成呢 它是筹金 然后可报销费用 和不可预见费来构成 咨询费用的构成 就这三个角度 筹金 可报销费用 还有不可预见费 然后工程 咨询合同的计较方式 其实这个名字 你看 叫咨询合同计较方式 它其实主要讲的 并不是计较方式 讲的是咨询费用的计算方法 以及咨询费用的构成 对不对 最后讲了咨询费用合同 咨询合同 它的计较方式 要么采用总价合同 要么采用成本加固定抽金 OK 也就是说 我们说国际上 许多项目管理合同 咨询服务合同 都是采用成本加抽金吗 那这里面 咨询服务合同 我们是采用成本加固定抽金 或者说 干脆一个固定总价 OK 好了 这是整个第三节 我们的计较方式 这就说了 单价合同 总价合同 成本加抽金合同 基本上考试会考到四分左右 然后咨询合同 那这块简单 做一个了解 它的计较方式 然后它的计较方法 是最容易出题的 计较方式了解就行了 然后咨询费用的过程 了解一下 考试要考的话 也就考那几个标题 对不对 看报消费用 不可预见费 还有抽金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四节 讲的是风险管理 然后工程保险 和工程担保的那种 那么先来说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呢 我在这只强调一个事 就是风险管理当中 有一类风险 叫做管理风险 叫做管理风险 那么什么叫管理风险呢 我曾经给大家讲 质量那块 就讲过管理风险 或者说讲过管理原因 带来一些关键词的 带来一些关键词的 就是不完善 不严格 不严密 不科学 不恰当 不健全 然后缺陷 失误 漏洞 不周 带这些词语的 那么它都属于管理风险 都属于管理风险 然后接下来看工程 保险 工程保险呢 保险的种类也有很多 对不对 这些都是工程保险的种类 然后呢 我们强调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强调都是以双方的名义 共同投保 这个点要注意 然后工程一切险在我国来讲 工程一切险在我国来讲 它是谁去办理的 项目的法人 也就是发报人 项目的法人去办理的 这是在国内 而在国际上 它是由承保人来去办 由承保人去办 然后办的时候 我们强调工程一切险 强调以双方的名义共同投保 发报人和承保人双方的名义共同投保 然后第三者责任险 它的被保险呢 也应该是项目的法人和承保人 这是我们说上的原话 好了 保险你就掌握这么多 然后还有一个词 除外责任 理解是什么含义 这就可以了 除外责任就是指 保险公司不陪你的 对吧 什么情况下 保险公司不陪你啊 第一个 投保人故意的行为 那等于骗保 第二个 不忠实履行 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对吧 也不陪你 第三个 战争军事行为 那不陪你 然后第四个 你没有投保的 对吧 保险责任发为意外的 那也不陪你 所以说你主要理解 什么叫除外责任 这就完事了 保险的问题就搞定 然后关于我们的 施工合同的风险管理 合同分为合同工程风险 和合同信用风险 按照产生的原因来划分 按照合同 它的阶段来划分 分为什么呢 分为合同定力风险 和合同履约风险 然后呢 合同风险的类型 有项目外界环境风险 项目组织成员 资讯能力风险 再就是管理风险 那么这个管理风险 我说的最适合出题 对吧 就是在不完善的 不严格的 不严密的 缺陷失误漏洞不周 这些词语的 你比如说 对环境的调查 和预测的风险 这边就属于管理风险 对吧 再就是什么不周 不严格 不严密 缺陷 失误 这类的 好了 那么关于风险管理和保险 我简单就给大家说到这 然后就是担保 那么担保的方式 一共有这么几种 有几种呢 保证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一共这么五种 然后呢 你重点注意 抵押和质押的区分 这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 抵押 它转不转移战友呢 抵押是不转移战友的 而质押 前面是转移战友的 那质押 它要转移战友 抵押不转移战友 质押要转移战友的 然后建设工程当中 经常采用的担保的种类 有哪些 那有哪些呢 有投标担保 履约担保 支付担保 预付款担保 还有工厂保修担保 那一共有这么几种 对吧 那么这些担保呢 考试它不会考你一道题的 对吧 不会考你一道多数 说担保的种类有哪几种 它主要考你这些担保当中 哪一个是保护发保而利益的 哪些是保护成保而利益的 对吧 哪些是保护发保而利益的 几乎都是 那只有一个是保护成保而利益的 就是谁呢 支付担保 它是保护成保而利益的 剩下都是保护发保而利益的 那保护成保而利益的时候 发保而出局的保护 发保而利益的就是成保而出局 这个事我们得弄清楚 接下来就是各种担保的形式 都有哪些 对不对 我们前调 投标担保的形式有哪些 有银行保含 担保公司担保收入 然后同业担保收入 还有投标保证金 对不对 银行保含和担保公司担保收入 几乎是一把万能钥匙 那把锁锁锁锁开 尤其的银行保含 然后呢 我们的投标保证金 它也是我们投标担保的一种形式 另外投标担保的形式 还有一个叫同业担保 然后投标保证金 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多少呢 2%且不得超过80万的要求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应当于投标有效期保持一致 保持一致 2%且80万 这是投标担保的形式 旅约担保 旅约担保呢 它是我们整个工程担保当中 担保金额最大的一个担保 也是工程担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担保 就是旅约担保 然后呢 旅约担保以后 有效期始于工程开工值 终止日期则可以约定 约定为进工交付值 或者说是保修期满值 这个都可以 这是旅约担保 有效期始于什么值 工程开工值 然后终止日期可以约定 约定为进工交付值 或保修期满值 然后旅约担保的形式都有哪些呢 有银行保函 首先又有银行保函 然后旅约担保数 那旅约担保数 然后旅约保证金 然后旅约保证金 也可以采用什么呢 也可以采用同业担保的形式 又有同业担保 对不对 银行保函 旅约担保数 旅约担保数你可以理解成 担保公司担保数都行的 对吧 然后旅约保证金 还有个同业担保 然后预付款担保的形式 又有银行保函 然后担保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 还有抵押担保 然后支付担保的形式 还是有银行保函 然后旅约保证金 担保公司担保 这是各种担保的形式 简单看一看就行了 这块的考试一般来讲 会有一道题目 关于担保的问题 旅约担保 投标担保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预付款担保和支付担保 简单做一个了解 然后第五节讲的是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施需 考试的分值在三到四分左右 那么第一个考定 合同分析 合同分析有哪些作用 合同分析 它是由企业的合同管理部门 或者说项目端的合同管理人员 来负责 总之是负责管合同 对不对 要么是企业的合同管理部门 要么是项目的合同管理人员 然后合同分析的作用都有哪些呢 合同分析的作用 第一个分析合同漏洞 解释有争议的内容 就是合同分析有啥好处 对不对 有什么作用呢 分析合同漏洞 解释有争议的内容 然后分析合同风险制定风险对策 然后有利于合同的任务的分解和落实 那也便于实施和检查 对不对 合同的任务分解和落实 这是合同分析有哪些作用 前两个你能看到直接的好处 对不对 解释有争议的内容 分析合同漏洞 然后分析合同风险制定风险对策 然后第三个是有利于 合同的任务的分解和落实 然后以便于事实和检查 这是合同分析有哪些作用 然后就是合同焦底 合同焦底由谁来进行呢 主要是由合同管理人员来进行 对不对 合同管理人员在对合同的主要内容 进行分析解释和说明的技术之商 通过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和各工程小组 学习合同条文和合同总体的分析结果 然后呢 使大家熟悉合同主要内容规定和程序 这就叫啥 这就叫合同焦底 然后呢 考试呢 原话这么给你抄一遍 说项目经理啊 或合同管理人员将各种 任务 事件的责任 进行分解 落实到具体的工程小组 人员或分报单位 问你这是干啥呢 那这就叫合同焦底 选项当中有 合同分析 合同实施 合同跟踪 合同焦底 问你叫啥 这玩意叫合同焦底 那合同焦底 由谁来进行呢 由项目经理 或合同管理人员 你可以这么来记 其实重点呢 是我们这句话 考试有两种考法 原话创一遍 问你叫啥 对不对 然后问你 这是合同焦底 由谁来进行 那项目经理 或合同管理人员 OK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施工 合同实施的控制 合同跟踪 依据的是什么 合同跟踪的依据 主要是 合同 以及依据合同 而编制的各种计划文件 其次还有什么呢 其次还有各种 实际公众文件 以及管理人员 对现场情况的 直观了解 这是我们合同跟踪的依据 主要有这三方面 合同 以及依据合同 而编制的各种计划文件 然后各种实际公众文件 以及管理人员对现场情况 至关了解 合同跟踪的对象 来具体几方面 合同跟踪的对象 就是各方的工作任务 包括承包的人 承包人的任务 其实就是承包的任务 工程小组 分包人的工程和工作 那就是 分包人的工程和工作 然后业主和委托工程师的工作 对吧 就是各方的工作 合同跟踪对象 各方的工作 各方包括哪几方 业主和建立人的 对不对 然后分包人的 然后承包人的 就是各方的工作任务 就是合同跟踪的对象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合同实施的偏差分析 包括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责任分析 和合同实施偏差的趋势分析 原因分析 责任分析和趋势分析 那有点印象就行了 那合同实施偏差分析 原因分析 责任分析 趋势分析 什么叫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 都是最终怎么怎么样 最终怎么怎么样 总的什么什么 那这种语言的趋势 然后合同实施偏差的处理措施 又讲到了四大措施 那四大措施分析是组织 合同 然后呢管理 有没有管理 没有 组织合同经济和技术 这四大措施非常重要 我们四大措施 它有两种提法 在第一章和第三章 我们讲的是组织管理经济技术 而在第二章成本和第六章合同的话 讲的是组织合同经济技术 让你能够判定 这就可以 复习性内容了 对吧 组织措施 就是带组织 带部门 带分工 带流程 带人员 带会议的 然后合同措施 就是有合同有关系的措施 就叫合同措施 经济措施 资金基地和资源 然后技术措施 施工方法 施工机具 施工方案 设计的方案 设计的理念 设计的路线 这类的 那么就属于技术措施 对吧 然后我给大家总结过 我说 本身凭你的第一直觉 本应该选管理措施 而选项 有没有管理措施的时候 你选什么 像组织靠楼 选组织措施 这就OK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考点 变更的范围 说白了 就是什么叫做变更 那什么叫做变更呢 这里边 我们教材了 一共给了五条 这些说的都叫变更 那你说改变极限 位置标高 对吧 尺寸 这叫变更 改变质量特性 这也叫变更 改变实施顺序 同样叫变更 说取消合同当中的 某项工作也就变更 减少增加某项工作 也就变更 但有一个不叫变更 取消合同当中的 某项工作就变更 但是取消合同 某项工作 如果转由坦实施的 怎么的 除外 所以说这条非常非常重要 变更 取消合同当中的 任何工作 这都叫变更 但是如果说 你转由坦实施的 工作是除外 就这一点 考试基本上就考他 剩下的你稍微 看一看就行了 你是改变质量特性 其他特性 改变极限标高 位置尺寸 改变时间 安排实施顺序 去增加减少当中 某项工作 或者追加额外工作 这都叫变更 唯独一个 就是取消 可能某项工作 也叫变更 但是取消 可能某项工作 如果转由坦实施的 就是除外 所以说这块考试 可以考单选 可以考多选 考单选一般来讲 就考这条 说下列选项当中 不属于变更的是哪一个 那么早上 谈言实施的 就不属于变更 那么考多选的题来讲 一般就是下列选项当中 属于变更的是哪一个 那么把这条排除了 剩下的 基本上随便选 又搞定 这是关于变更 然后呢 对于业主指定的分包单领 说对业主指定的分包单领 这里面有个 保护承包利益的事 如果不是业主直接 先要分包支付工程款 则要把握 分包工程款的支付时间 一定要在收到 业主的工程款之后 才能进行支付 并扣除相应的 管理费呀 配合费呀 质量保护金等等 对业主指定分包 你既然是指定分包的 然后不是由你 直接给分包单位钱 你又是让我总包 给分包单位钱 那好了 你不给我钱 我就不给他钱 记得意思 一定要在收到 业主的工程款之后 才能进行支付 这是保护 承门利益的一个事 并应该扣除相应的 管理费配合费 质量保护金 然后第六个 关于诚信行为记录的本期 说诚信行为记录呢 我们应该是 由各省自立区自驾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当地的建筑市场 诚信信息平台上 统一公布 那么说不良行为记录 那公布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公布的时间 应该为行政处罚 决定做出后的几日内公布 行政处罚 决定做出后的 七日内进行公布 公布的时间为多长时间呢 公布的时间为六个月到三年 这是不良行为记录 公布的时间是六个月到三年 那么如果说良好的行为记录 公布的时间为多长时间呢 良好的就是三年 那不良行为记录 强调是六个月到三年 良好的就是三年 然后经整改 其实有效的 那么经同意 可以缩短其不良行为记录 当然不良行为记录 最短最短 不得少于几个月呢 最短最短 不得少于三个月 那也说不良行为记录正常来讲 是六个月 对吧 六个月到三年 那六个月到三年 然后良好的行为记录 就是啊 三年的 对不对 然后不良行为记录啊 它是可以缩短的 缩短最短最短 几个月呢 经整改 其实有效的 那么不少于三个月 然后经整改 其实有效 不少于三个月 完事 然后这是我们第五节内容 事工合同的实施 我们就说了 诚意行为记录呢 这个点相对来讲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管理啊 法规啊 实务当中都有讲 是吧 然后看第六节 缩配 说缩配的依据有哪些 首先我们缩配要依据什么来缩配啊 要不要依据法律法规啊 必须的 对不对 法律法规是个共同性依据 另外你要不要依据合同文件 必须的 合同文件是最主要的一个缩配的依据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法律法规 还有工程建设官吏 这是所谓的依据 那所谓的证据有哪些呢 也有合同文件 有没有法律法规呢 没有了 法律法规它是依据 而不是证据 然后呢 我们教授呢 还讲了一个书证 那个书证啊 哎 有时间你简单的再看一看 曾经考试考过一道题 了解一下 然后呢 说索配成立的前提条件 给大家总结过 就是六个字 叫做有损 无责及时 第一条 与合同最高 事件已经造成了 承包人工程项目成本的 额外支出 或直接供给损失 也就是首先 你得有损失 对不对 首先你得有损失 然后呢 要不然你找人去赔查呀 对吧 然后造成配合增加 或供给损失的原因 按照合同原定 不属于承包人的行为责任 或风险责任 这方面也就叫无责 对吧 有损 无责 没有责任吗 你要是你的责任 你找人谁赔呀 有损 无责 第三条 承包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成绩和时间 提交索赔一项通知 和所谓报告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及时 所以说 索赔成立的前提条件 就这六字 要损无责及时 这就搞定 以上三个条件 必须同时具备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然后索赔的证据 应该具有什么性质呢 那就真实及时 全面关联有效 真实及时 全面关联有效 OK 这是索赔证据 应该具备的要求 然后接下来就是索赔的程序 这是索赔事件为短暂时间 这是索赔事件为延续时间 这个经验办法都给大家讲过 索赔主要就是28天的问题 对不对 首先索赔事件发生以后 28天里 我们要提交索赔一项通知书 对不对 也就是提出索赔一项 这是我们索赔程序的什么 第一步工作 然后呢 我们提交索赔一项通知书以后的28天里 我们要提交相应的索赔报告 然后交给建立的发报人进行审查 42天里回复给你通报人 对不对 这就是索赔事件为短暂时间的程序 那么索赔事件为延续时间的程序呢 就是在短暂时间的基础上 中间可能多了 若刚刚刚28天 对吧 就是你第一步还是索赔事件发生以后的28天里 提交索赔一项通知书 然后呢 中间每隔不超过28天提交中间的索赔报告 然后最终干扰事件结束以后 提交最终的索赔报告 对不对 干扰事件结束以后的28天 提交最终的索赔报告 然后还是交给建立的发报人进行审查 42天里恢复给你通报 这就是索赔的程序 对吧 短暂时间延续时间 主要那就是28天的问题 基础是28 索赔是28 然后索赔文件的内容 包括哪些呢 或者说问你索赔报告 包括哪些内容呢 那你得知道 对吧 那索赔文件包括哪些内容 首先你找人家赔啥呀 赔工期赔费用赔多少啊 所以说有个索赔款项 或公期的计算部分 对吧 有个索赔款项 或者说公期的计算部分 索赔款项或公期的计算部分 然后呢 不能说你让人家赔你多少 就赔你多少吧 那得有个什么部分 得有个证据部分 然后呢 你得用证据来论证 你这部分是合理的 那得有个论证部分 然后对这个索赔事情 得有个整体的概括性的描述 所以说还有个什么 总数部分 这就OK 这就是索赔文件的主要内容 首先找人家赔啥 赔工期赔费用赔多少 那么索赔款项 或公期的计算部分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你得有证据部分 然后你得用证据来论证 这部分是合理的 得有论证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 对索赔文件的整体的概括性的描述 叫做总数部分 完事了吗 就这些 这是索赔文件的主要内容 然后接下来看 反索赔的基本内容 包括哪些 反索赔第一个 是防止对方提出索赔 防止对方提出索赔 第二个 是反击或反驳对方的索赔要求 这就叫反索赔 反索赔 一个是防止对方提出索赔 防止对方提出索赔 第二个就是反击或反驳对方的索赔要求 这叫反索赔 这个也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好了 那么索赔 它的核心内容 大体来讲就这么多 对吧 索赔依据 索赔证据 然后我们索赔文件的拙内容 然后索赔的程序 还有反索赔的内容 那索赔的方法 包括哪一种 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你得知道 对吧 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有实际费用法 总费用法 和修正的总费用法 就这一种 对不对 实际费用法 总费用法 修正的总费用法 OK 然后我们人工费和机械费的索赔 我都给大家总结过 就是干活给你干活的钱 没干活给你没干活的钱 就完事 然后呢 这是实际费用法 总费用法 修正的总费用法 然后按照延误 因为工期延误 他说按照网络计划的线路 来进行划分的话 那分为关键性的延误 非关键性的延误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按照延误事件 之间的关联性来进行划分 分为单一延误 共同延误和交叉延误 工期索赔的计算方法 就三种 直接法 比例分析法 还有网络分析法 那么最常考的 就是这个比例分析法 特别简单 对不对 我说 说有一个2000万的活 对应的是200天的工期 说现在增加了200万 问你索配工期 可以索配多少天 那就20天 那就这么简单 这就叫比例分析法 然后最后一节 我们要讲的是 国际建设工程 施工成毛合同 这样子 首先讲那个 菲利克系列合同条件 讲了各种合同 它的计价方式 对吧 施工合同条件 它属于单价合同 永久设备和设计件的合同条件 它属于总价合同 然后EPC属于什么 EPC 它属于固定总价合同 这就OK了 就记住这么几个 就可以 简明合同格式 考试都考不了 它太好说话 什么合同都行 然后英国有个JCT合同 也属于总价合同 美国有个AIA系列合同条件 那么其中呢 我们的A201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核心文件 AIA系列的核心文件 然后A系列是业主和承贸人之间的合同 因为它有好多系列嘛 那么其中A系列是业主和承贸人之间签的合同 然后AIA呢 多数用于房屋建筑工程 多数用于房屋建筑工程 好了这是AIA这块出题的三个考点 也就这几个角度 然后英国有个JCT合同 它采用的也是总价合同 然后就是国际工程承贸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跟国内来讲差不多一样 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 其中哪种最常见的最有效的首选的最基本的 应该是我们的协商 对不对 它最常见的最有效的 也是首选的最基本的方式 仲裁的地点跟我国来讲一样 工程所在地 被租房所在地 合同约定第三地 那这里就是工程所在国 然后呢 被租房所在国 合同约定第三国 仲裁的特点 跟谁来比的 跟诉讼来比的 有什么特点呢 效率高 周期短 费用少 保密性 专业化 很好理解 然后呢 只不过仲裁还得注意一下 仲裁的效率 仲裁的效率 仲裁的效率在我国来讲 那我国来讲 强调是啥呢 叫一财中局的 那叫一财中局的 而在国际上 这个仲裁的效率是啥呢 仲裁的效率是可以 怎么样 在合同当中约定 仲裁的效率 在我国来讲是一财中局 在国际上是可以约定 然后就是DAB DAB叫我们每年考试 B考一题 说根据项目的规模 和复杂程度 来争端菜单 有几个人来构成啊 一三五 那一个人 三人 或者说五个人都行 一定是单数 对吧 一三五人都行 然后呢 任命方式一共有三种 有常任征端裁决委员会 有特聘征端裁决委员会 还有一个有共同事件 有共同事件 三种 有常任征端裁决委员会 特聘征端裁决委员会 还有一个有共同事件 那么强调 特聘征端裁决委员会 它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我们只有在征端发生时 才任命的 叫什么委员会 叫特聘征端裁决委员会 这个我们得知道 是特聘的 只有在征端发生时才任命 然后组成人员 是一三五人 一定是专家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专家都行啊 有厉害关系的 应当怎么样 回避 说DAB的成员 应该是技术管理方面的专家 他不应该是合同任一方的代表 与业主和成员商应该没有任何的 经济利益和业务联系 与本工程裁决的争端 没有任何联系 有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吗 对不对 然后DAB的报酬呢 应该是各自支付其中的一半 你这个钱给多了 事就不太好办了 对不对 拿人手短吧 所以说业主和成员商 按照支付条件各付一半 那DAB有啥优点呢 熟读一下就可以了 说DAB的委员呢 可以在项目开始时就借助项目 然后DAB委员就有公正性 中立性 然后周期段能够及时解决争议 然后DAB的费用怎样 还较低 DAB的委员是发报人和承报人 自己选的 那这个委员是他自己选的 其裁决意见呢 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由于DAB提出的裁决 不是强制性 他不是强制性的 也不具有他 也不具有中局性 那么双方 或者说一方 对裁决不满意 那么还可以仍然提请仲裁或诉讼 对吧 一方不满意 仍然可以提请仲裁或诉讼 这就是DAB的优点 项目开始就介入项目 周期段 及时解决争议 费用低 功能性 中立性 对吧 然后呢 容易接受 然后 不是强制性 也不具有中局性 OK 这是DAB的优点 DAB呢 每年考试就这点东西 必考一题 好了 讲到这儿呢 我们整个第六章 它的全部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第六章讲完了以后 我们整个的冲刺的课程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因为第七章不用讲 第七章 你只要把第七章曾经考过的节目 你稍微做一做 做会的就完事了 好了 那我们的冲刺班呢 到这里就给大家梳理完毕 预祝大家复习备考顺利 能够通过2020年 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